哈喽大家好欢迎收藏人后说我现在呢是在广州车展那么这一届车展我们又看到很多造车新势力推出很多重磅的产品 但是那些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他们在电动车领域在这届车展上有什么样的产品露出呢 下面呢我们戴上口罩一起出发去看一看 那现在正好是奥迪的展台 可以看到很多带电的产品有从有改电来的A6的一场包括那边还有一个Q2的一场啊 顺后就是他的一场的轿跑 但是呢这都不是奥迪目前的最先进的产品 最先进的产品在哪呢 就在展台那边 第一个呢就是从TECON也就是保护街G1也算是大众整个集团的G1的电计划 平台下的奥迪的品牌的车型就是一创的GT红色了 特别漂亮 然后中间呢是这一次刚刚亮相的全新的Q4的一场 也是一气大众奥迪马上要实现国产的一个产品 那就在佛山的M1B工厂上进行一个国产 呃其实从外形上看 这款车还是充满着十分强烈的个性化的这些元素的 那么一气奥迪国产 那么上期呢还有一个产品是Q5的一创 那么Q4要比Q5一创稍微小一号啊 但是从整个造型上来看 其实他没有完全摆脱奥迪纯汽油车这样的一个影子 但是有一些细节能够看到一创的一些不同之处 包括他的中网的造型 包括他车灯的造型 后尾呢也采用了奥迪目前在高端旧呢 才会采用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式的尾灯 后面是他的名牌50的一创 然后这一款Q4的一创呢 目前是有两个动力速度版本啊 但是呢是有三文车型 他的35跟40啊分高低功率 然后这一款50的一创呢 是一个前后双电机是一个quattro四驱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然后35跟40呢都是后置后取啊 电机的后面是一个后取产品 虽然说是一款电动车 但是车里面还是奥迪所习惯性的这种科技感跟豪华感啊 可以看到很多块屏幕啊 一块两块前面没有一个抬头显示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一个悬浮式的正控台 采用了这种电子的档杆 那么其实在整个的正控台上 除了两块屏幕以外 可以看到一些实体的按键啊 也就是他的整个空调控制面板 包括他的座椅加热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的旋钮 然后方向盘上呢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触控式的两块区域啊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然后前排的空间感啊还是不错 我们再去他的后排看一看 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 空间上呢不能对他抱有太大的奢望啊 但是坐在车里面 特过镜头可以感到空间真的还不错 这也是他的纯电气化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整个的车厢的布局啊 空间的布局会更高一些 那么提到最先的平台是PPE平台 那么相比M1平台的整个的宽容度更高一些 那么在PPE平台诞生的产品 可能从轿车到大型来搜尾都能够兼容 那么也特别期待能感受到 呃 PPE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从目前来看 呃 M1B国产呃 这样的一个电动平台所看到的这一款产品 呃 从第一眼视觉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整个的静态体验下来 真的对这款车的实际的使用及驾驶表现充满了期待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奥迪的展台去奔驰的展台 看一看奔驰目前啊电动车这样的一个产品阵列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奔驰的展台 可以看到目前展台正中间啊放了四款车 那么其实对比刚才我们聊的奥迪 那么其实奥迪更多呢是得于它整个集团的技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而在奔驰的展台上可以看到奔驰其实对于电气化产品真是付出了啊更多自己的努力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两边啊分别两个白色的是它的EQA和EQB啊 但是这两款产品呢是基本上是基于啊燃油车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然后在中间的这一款这就厉害了啊 中间的这一款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震患外形设计的一款EQS迈巴赫的概念车 那么这也是前不久在9月份啊 那IAA车展就是慕尼黑车展全新发布的四款车当中的一款 那么还有三款车呢是整个EVA平台的第二款产品 第一款产品是EQS第二个产品就是EQE 那么同时呢还有EQS的高性能版本就是AMG的EQS的53 那么还有一款也是概念车大家熟悉的大技眼EQG的概念车 纯电动的大技眼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要更落地的一下 看一看目前奔驰应该说是量产车里最棒的一款产品 或者说电动车领域量产车最豪华的一款车 奔驰的EQS OK这就是奔驰的EQS的一个高配版本啊 是它的580四驱4Matic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450 那么这款车其实我觉得我给它加一个名字吧 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吧 因为为什么熟悉呢 大家对这款车的报道实际是看的太多了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就展开来说了 那为什么说它陌生呢 就是因为这款车从亮相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那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市场真正的上市 那么其实大家之前也对比我奔驰的EQS跟奔驰的S class的一些内容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去对比 因为我觉得奔驰的EQS真的不是完完全全的奔驰的S 它只是代表着奔驰在电子电计划架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么其实从它的整个的弓形的这样的一个外形设计上 可以看到奔驰对未来出行对于未来用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包括它整个内饰 我们可以采用了它的超大的一个三菱屏 它也配备了奔驰全新的NBOX的整个的人机交互系统 从整个的舒适性的智能化配置来看 这款车真的是目前所有量产车里面的标杆 但是我之前也真的坐进去过 它的后排的舒适性其实没有奔驰S来得那么的舒适 但是现在也特别的期待 好了那么我们看完奔驰的展台 知道了目前奔驰拥有目前量产车里最高标准的EQS以后 我们再去宝马展台去看一看 看看宝马展台在这一街广州车展上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宝马的展台 三款车重磅车型 右边的是中级改款的IX3 然后左边的旁边的这一辆蓝色的磨砂车漆的是i4的M50 这也是目前BMWM部门第一款纯电产品 当然了你看i4可能觉得它不够那么的纯粹 什么哪一种纯粹呢就是创新的纯粹 那你就看我身后的这一辆红色的创新BMW的iX 是一款不折不扣全新电子电气化平台上打造的代表着BMW最先进出行理念的纯电产品 宝马的iX那么他也是在本届车展上正式上市 它的售价这一款50i车型售价是846900元 大家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反馈啊 但是呢这一款iX也被工薪部加入到了免征收购置税的整个车型列表里面啊 所以说还能为车主小省一笔 那么从这款车的设计上就能看到这一款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BMW 它整个的设计思路代表着宝马最先进的创新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双肾啊 包括它的天使眼的大灯 在这款车上完全已经被优化了 谁说传统车企做电动车过于老套 来我们看一看这款iX吧 这样的一个设计我相信比任何一个造车寻思力都要更加超前 都要更加懂得设计 整个内饰的氛围真的我找不到认合BMW的影子啊 除了这个logo 但是这个logo呢是一定要蓝点的 那没错啊 这一款纯电产品 然后内饰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皮脂的包裹 整个哎呀 座舱的氛围感特别的奢华 特别的舒服 虽然说奢华 但是它依然采用了大量可再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并且能够实现碳中和包括它的一些皮脂也采用了这种植物萃取的这样的一些材质啊 它整个外观跟内饰其实啊就像BMW所宣称的它采用的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极简式的设计 整个中控台上面只有一块悬浮式的曲面屏 但是这块屏可厉害了 它的功能性是十分强大的 那么它也拥有BMW最先进的ID8 也就是iDrive的第八代产品 iDrive的8.0 同时方向盘也采用了这种不规则式的造型 也凸显一种未来感跟科技感 也采用了大量的这种触控式的按钮 包括它的这个悬浮式的中控台 看上去就是一个木式的板 但是它们上面隐藏着可以触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 包括它的挡感也采用了这种类似于水晶式的挡感 凸显这款iX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款车的动力配置上也采用了前后双进机 最大的输出功率是385千瓦 最大的扭矩是765牛米 百公里的加速时间4.6秒 其实这一款电动车人员4.0秒 并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不要忘记这可是一个中大型尺寸的 这么大的体积的一个家伙 那么其实4.6秒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保守 为了保证车里面的舒适性 那么据说这款车的能耗也是非常低的 百分率能耗仅仅为18.5千瓦时 它的最大的续航旅程是665公里 来咱们再去它的后排看一看 诶这怎么开门啊 这是一个按钮按一下 诶自动就开了 是不是特别的高级啊 那么坐在后排可以感受到 这款车的舒适性还是挺高的 然后尤其是侧面这样一体式的一个包裹 坐在左右两边如果说是激励大使的话 往左右两侧靠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 而且前排座椅后面也有两个Type-C的接口 我觉得在整个的豪华感 氛围跟舒适性上这款车营造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那么刚才的脱货镜头呢 我们带着大家看到了在本届车展上 ABB也就是奥迪奔驰宝马对于新能源产品的一个展出的规模 也能够感受到三个品牌在新能源战略上的一些不同 比如说奥迪那可能它更多采用了整个大众集团的这种平台的优势 那么换做销售中断的可能是我们所负担的车价可能会更低一些 整个的成本会更低 那么在奔驰的展台上我们会看到有像全新的迈巴赫EQS的概念车 包括像我们全新的EQS以及在国产车型上看到的EQA EQB 那么可以看到奔驰其实对于它的整个新能源车型EQ系列车型 它的细分程度更高一些 有一些从有改电影来的 当然还有它全新EBA平台上的重磅的产品 那么同时它在它的高性能产品上也有一些涉足 也有一些发力 可能说奔驰的发力更加全面 而在宝马的展台上我们看到了宝马对于创新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采用 也看到了它国产车型跟进口车型 我觉得宝马可能更大胆一些 因为它率先将它最先进的电动化产品引入到了国内 那么三个品牌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它们对于未来的创新 对于最终的碳中和 包括它在2030年对于纯电车型的纯电产品线的这种大力的投入 其实应该是殊途同归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消费者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或者获取到品牌的付出所带来的消费者的利益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然后说 我是赵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